好我们来看到旅美好手王健民转台当蓝鸟人 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 而其实呢这一切对王健民来说也是不得已的 原本经典赛过后呢王健民就期盼 能够借着加入杨基的3A 快速的进入大联盟东商再起 可惜杨基没有空间再给他机会 只是一直叫他加快球速 练控球还有多练变化球 而这一切可是让王健民呢 待的是非常的无准 不过现在在离队之前 还是不忘感谢杨基的栽培 但是这纽约媒体面对昔日老虎功高的猛将 却是毫不留情 面对这一切的酸文 健仔只能用好表现来回应 也要谢谢杨基让我在这边比赛嘛 然后让我有机会让其他的球队看到 重情义的健仔期望在老东家旗下东山再起 但杨基呢就算彭里的投手状况不断 却也没打算让健仔重返大联盟 逼得健仔趋就低心转台到蓝鸟找机会 就是也谢谢蓝鸟可以让我有这次的机会 让我上去那边堆穿 王健民昔日曾替杨基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更在两年内拿下19胜的战机 但向来以毒蛇著称的纽约媒体还是不放过他 纽约首都报不但强调健仔从2009年受伤之后 就已经回不去了 还说健仔早已不是杨基的最佳选项 甚至还羽带双关的偷酸他 期待健仔能偶尔找杨基的麻烦 杨基总经理凯许曼也只是不断要求 我当然就是等一个机会 有机会可以上去嘛 然后刚好就有这个机会 然后当然也想要去上去努力地丢丢盘 只是在蓝鸟的健仔 可能无法披上球迷熟悉的40号球衣 目前在蓝鸟队穿40号球衣的是投手教练Walker 而健仔在小联盟曾穿41号 则属牛棚教练Handigan 健仔在蓝鸟会穿几号 还有的挑 很开心啊 然后就是希望在那边就是一场一场被我忙 然后把做到最好 健仔现在最缺的是机会 只要大联盟投出好表现 就算背号不再是熟悉的40号也没关系 中间新闻万人均做不到